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更深入的请教他发帕在国会的运作 这在以前是非常非常机密的一个运作方式 这个不能像外人讲 因为国民党持续在监视打压 他们这个代表就是所谓的经济文化办事处 里面有非常多的料碑也在那边 所以今天呢我们又请王晓鸥先生 就针对发帕在国会运作 可不可以大约跟我们相前解释一下是怎么运作的 因为不容易 真正是不简单 不简单 这是在过去二三十年累积起来的 像我刚刚刚有说到 发帕在国会里面的高部的朋友 总是说从一开始你爱一个交友 知道说台湾和泰国的不一样 到现在爱知道说台湾里面呢 有国民党也有民进党 甚至说有建国党 绿党 新党 这是很长期的一个交友 所以发帕在这个国会里面是不只要用心 一直很持续密切的跟国会议员联络 尤其是我们是 我们在美国来说对发帕在台湾是一个国家 所以国会里面 美国国会议员联络 有很多的议员联络 美国用心得饮饭 尤其是在外交委员回来 是 这边我相信大家都很有兴趣的 关于台湾的安全 最重要的是武器 这武器以前民进党一直想要买 国民党在立法院一直封杀 但是我知道发帕这边 在做这个外交的时候一定会提到这个部分 那最近的军售 很像欧巴马 他很像苏不同意 F16CD方面的销售 那发帕在这方面担任什么角色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要说 在20年台美兰的努力 所以在国会里面有通过台湾关系法 美国大概有 政府在外国国家的经营 在美国国会里面 美国自己有一个国内法 来讨论其他国家的事情 台湾关系法是唯一的 所以说台湾关系法是在发帕的努力下 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那时候去催生的 主要就是发帕里面的重要的这些干部 包括蔡立伟啦 陈唐山博士 彭明敏教授 这些人一直说回来的造种 那万一没有这个努力会怎么样 这我不敢想耶 在82年的时候大家知道说那个情势是非常的 大家都很人心惶惶嘛 也国民党那时候完全没有努力在这方面嘛 嗯 郭明敏 其实半一年就是 对我来说 就是我 还很早的 对我不是说 那时候在这些情心 常务的国会里面 我自己在台湾 然后 但是我知道说 台湾关系法 尤其是在美国你要通过一个国内法 总统要执行的 那是不简单 这是 这其实 串联起来的力量 不只是国会议员 很多在智库里面的人 都有 包括说在这个国民里面的人 都有 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 才会有这个台湾关系法 你刚才说到说国防的问题 其实就是在台湾关系法里面说得很清楚 美国要协助台湾 提供台湾可以防卫性的武器 所以就是因为台湾关系法 到现在美国一直都有可以 均售给台湾这些防卫性武器 是根据台湾关系法 关于这次 我们话题转回来 下次希望有时间 你来当主持人 你来访问台湾关系法 这个厉害 我觉得这个对历史非常重要 对欢迎事实 大家都知道台湾关系法 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主题 当然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 希望你们能做出来给我们看 好 那我们先回来讲欧巴马 欧巴马这次他为什么会签 有意愿 这是法帕在上面 着力到什么部分 其实法帕 我们是买去对美国政府去 游说台湾 你都要买什么样的武器 但是 我们一直有跟国会传达 来讯息就是说 台湾的安全问题是如何 台湾的经济 台湾的安全问题 尤其是对美国这个国家 是 我们的利益是掛造会 是 所以我们需要所感的 阶段和我们的利益 是做做的 所以 这个军售 欧巴马 今年加尾的军售 这个整个package 也不是说 他今天困难 他觉得 他看到这个公文 他在这里 他在签下 这是在过去 几个年 一直都有在说的 也一直有在进行 不一样的评估 因为这个情形 整个国际情势都在变 是 中国那边 他的武器的扩张 这 美国也都有 爭奥 所以 很开心 很像欧巴马 总统人 他在今年加尾时 有签这个package 要 军售给台湾 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好几年前 我们都有开始提出来 像我也很矛盾 只要 蛮久继续执政 我很怕 那个CD 台湾有 中国也有 连我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发泡的看法 我想对啊 是 对啊 我们在 华夫里面 很少的美国朋友 包括地口 大家的烦恼 也是都是这样 但是一样都是相同 都知道 尤其说 中国对这个武器 或是说一些 很科技的东西 其实他就是用非常 不正当的方法 他都要给大家收集 所以 美国担心的 对中国的这个不信任呢 也连带说 对这个台湾 军售武器也是一样 但是呢 同时他也知道说 台湾里面呢 有这么多 抵护的军官呢 一直都跟中国有非常 密切的一个往来 是 所以这样看起来 题外话 五都大选不能全胜的话 也真的是 但是 没办法给美国定心丸 哦 我想 我眼睛插开话题 很像是这样 连我自己都没什么信心 但是其实 但是美国来 美国人来讲的话 他只要觉得说 这是 台湾一定有一个 现在是一个 民主的国家 可以看起来 他就觉得说 台湾 这个民主的典放 在东南亚 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模特 他也要叫中共 他希望说中共 你可以看台湾 这个民主的行程 你要学这个民主 那你说 你要有民主的受用的时候 我相信 我们就彼此间 大家会比较信任嘛 会觉得说 我以你做的东西 你就要偷偷去打我脚皮 有啊 共产党有啊 有在学台湾啊 那学国民党啊 文家宝那个 在谈话 所有的成立民主那些 就是一个泄气法嘛 他在学国民党如何开放 但是他不会像国民党 那么笨 对啊 尤其是 当然 我们在台湾的 朋友 你对 总是有一个 政敌的选择 不管是选择 选择 选择 这边啦 但是你对 美国 你站在美国的历导来看 你看美国 他要处理的是 每一个国家 他不可以 他不去跟你感想 你这个国家里面 你的内心 所以只要 他有感觉说 你这个国家呢 有得惊 这个民主的卡布 你用这个民主 人民算出来的 人数 不管是公司 民进党 还是国民党 他都会在你共识 觉得 你有得实践 民主 这对美国来说 这是完全 他看到的 这个重要的 点 OK 所以这个 现在最近欧巴马 签署这个军售 在FAPA的角度 立场 也是认为这一种 工作 也算是 成功了 成功了 那 后续呢 在FAPA 在国会运作 我知道 中国在那边大量撒钱 撒生意的机会 让很多这个民意代表 都很像替中国那边有点倾斜 那台湾连线的会员 有的已经去见他的天主了 就是说 其实很像 不像以前那样弱 不过你在你的演讲 我听到一句话说 其中选举 Conservative 这方面会起来 共和党这方面会起来 对FAPA 好像比较乐观一点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我可以稍微再先回去 关于在讲到奥巴马 这个军售 这个事情 我感觉说 这个军售的item 是安全的 我们先不要讲 但是你有 这个军售一个很正面的讯息 就是说 美国政府 他有感觉说 他肯定很持续在观察到 台湾的安全 他有感觉说 他有需要 带你协助 所以他只要允许买 这个配件 所以 这是一个非常 借名的 一个讯息 给大家 现在你继续说 接下来 其中选举 当然这个 民主的军售就是这样 你选举的时候 总是有死有贏 两栋政敌 总是不是这栋 就是另外这栋 2008年的时候 因为奥巴马总统 少年总统 带领之下 母亲戴小姬 使得说 在国会里面 在众议院跟参议院 都是民主党 民主党 大党 不过在两年之后 到现在呢 11月的其中选举 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 尤其大家都觉得 应该不会有任何意外呢 共和党会回到 那个 众议院里面掌握大党 那参议院可能 还是民主党 还是民主党 还是他们天下 那所以其实这有不同的党呢 对民主的过程的发展 其实是好的 因为它有一点平衡 而且可以互相的制衡 第二个 我们那时候 在阿兵亚总统时代呢 在国会里面有成立 台湾连线小组 Congressional Taiwan Caucus 在众议院跟参议院 各有这个台湾Caucas Caucas成立之后到现在呢 在国会里面 其实是发展最快速的一个 台湾连线小组 在比较是国会里面的其他Caucas 尤其是在众议院里面 台湾Caucas在国会呢 应该是仅次于这个Indian Caucus 就是印度小组里面 第二个最大的 而且是快速的很成立 表示说 国会议员呢 对台湾这个议题 对台湾这个国家是有兴趣 也很想多有一点参与 所以 那现在成员有多少 现在的成员有将近150个 在众议院里面 那在参议院有25个 那占的比例 占的比例呢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是 占的比例是两党各自都很平衡 所以这个台湾小组 不是偏向民主党 或者是说 共和党的议员是居多数 包括他的小组的这个主席 Caucas也是两党各自 有口缺在里面 那他们愿意支持FAPA的这些理念 或是支持台湾 他们主要的理由 是支持一个民主的发展 还是因为实际上的理由 他们的州 他们所代表的州 跟台湾会有所来往 其实这一百 所以他对这个台湾的事情 非常了解 他也想要参加在Caucas里面 是 什么样的行动 但是 重要是说 他对台湾有感觉 有想要参加台湾的事情 在这个 我们要做这个Free Trade Agreement 他每一年 都是他在参加里面去提案 你知道Montara呢 最多就是牛 就是穿牛嘛 就是现在台湾那种 牛肉的问题 其实让这个Caucas 这个参加完呢 其实有一点感觉 非常 这很难接受 尤其 不要说是这个参议员 一般的美国人觉得 我们美国的牛肉 最好吃 甚至我在这个AIT里面 我跟他们里面 很重要的观众 他说 美国有的这么好吃 你如果说到有东西 其实是中国的 这是真的就是一定 不容易 是 各位乡亲 各位朋友 DTG的不是很容易 那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这个访问 这个题目 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边 我们下一节 还有一个 更让你有兴趣的题目 来跟各位大家做观众 那边 下次会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